大家好 我是兩禮拜 歡迎收看股市達人 我是凡一華 今天的加權指數 真的是滿意外的 在尾盤的時候 竟然收在今天的最高點 收在了8441點 已經是過了前高的8439 量的部分840億 而且最新的資料來看到 在外資 外資台子期的部分多單 今天是多單增加的 增加了2805口 但外資最近的動向好奇怪 一天翻空 一下又轉多 到底怎麼回事呢 好 這個部分我們稍後再討論 但是還是要先來介紹一下 今天要邀請來賓了 今天要邀請到的是 華信投顧的資深分析師 鄭瑞宗 瑞宗哥你好 又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瑞宗哥 我們稍微簡短一下好不好 你看到懂今天大盤走勢嗎 怎麼會這樣 我不然以為了 開高會走低的 結果竟然收到最高點 怎麼回事 其實今天最大工程是 2330的台積電 那今天股價大漲到110塊 那我想對指數貢獻幾點 我是沒有算 那可能今天的晚報 可能就會有報導 那因為它第三季獲利2塊錢 符合預估嘛 那重點是明年資本支出是 這個全球所有半導體廠 最大的一家公司 它也樂觀明年一整年 它認為會有兩位數字的一個增長 所以昨天光是美國ADR其實就已經先大漲了 所以今天看起來台電漲個2% 這也是合心合力 那台電都已經暫聲了 告訴大家說 科技產業 尤其是可惜式的產品 包含智慧型手機 它認為明年全球的 這個出貨的量會上下12億台 那當然相關零組件 它就安心了吧 至少明年的市場 比今年看起來更加蓬勃的發展 所以台電登高一呼 所有電子股通通都安心了 那之前跌翻天的包含平蓋股 其實今天都有強勁的反彈 有些還拉到漲停 對TPK或者是普瑞等等 之前殺翻天的今天都上來了 所以說電子股一轉強 那整個結構就由落轉強 那麼當然指數就衝上去 所以之前一直說 8439早過晚過都是要過 那今天總算是過了嘛 那其實也不意外啦 因為你看到包含香港日本韓國最強 股價早就在上禮拜已經 指數已經創了波段新高 那一直在往上墊高 那外資來東亞買什麼 一個是韓國 一個就是這個台灣嘛 所以說韓國創新高 那台灣之前是自己有自己的問題 什麼那個什麼倒閣的問題啊 那之後又害怕美國的問題 那現在都沒有問題了 那所以說跟上創新高 我想這是必然的啦 所以回過頭來我們實在要談 就是說指數已經創新高 但不代表它會一飛沖天 對 因為現在很多跌升 然後上漲的個股 人家還是會有疑慮嘛 想說你這樣短線只反彈 會不會只反彈兩三天就沒了 那我們現在佈局的話 我們一直都在這個掌握的 就是所謂的海量資料 跟雲端相關的一些概念有關係 來鎖定的今天非常厲害 3057橋頂 我真的不得不稱讚你一下 怎麼會這麼厲害呢 我們這個掌握的檔檔個股 是輪流漲的 今天是橋頂漲停 在昨天的話是安芮要漲停 今天稍稍的有點做休息 休息就換個橋頂了 那麼接下來的話 在海量資料這個部分的話 這個輪動怎麼抓呢 好的 那如果上半年你記憶猶新的話 那時候3D列印股其實真是飆翻天 那所以我就說 我給大家有幾個非常重要的 一些操盤的心法 那首則三 我說市場永遠在追逐最新的題材 上半年最夯的題材叫3D列印 大家把它比擬成為第二次的工業革命 那目前海量資料這一塊 人家把它比擬成是人類的新的革命 比工業革命的一個範圍更大 因為它把人類所有文明所累積下來的所有的資訊 做分析做回歸做統計 來預測各個層面 什麼醫療層面或者企業端或者是身體的健康等等 各個層面都可以做出一些 這個人類行為模式的一些預測 可以節省相當多的一些 比如說這個冤枉的功夫或者是冤枉的一些花費 所以這個部分它未來會相當蓬勃的發展 因為我想我給大家幾個所謂的一個數字 就是說人類自從有文明以來 那進入電腦的時代 那慢慢慢慢開始人類的生活的軌跡 開始留下一些所謂的一個可以儲存的一個資訊 那到現在儲存這麼多資訊裡面 竟然有九成的資訊是過去這兩年所累積的 你就知道就是說人類的這些相關數據 累積的數量在後面增長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 它快的讓你覺得非常的令人驚訝 所以大家也預估就是說 大概到公元2020年所累積的資料量 會比現在這個時間點再成長44倍 也就是這兩年已經累積了過去人類文明史的 九成的一個資料量 那未來從2013年到2020年7年時間 會再成長44倍的一個量 所以這麼大的龐大的資料量怎麼樣做收集 怎麼樣做儲存 那儲存完了之後那麼大的一個資料 如果說不去分析 它叫做垃圾 那其實你也不用儲存 直接丟掉就好了 那這麼大的一個數據 如果說可以把它做一個非常精密的分析 來分析出很多的行為模式 比如說它可以預測你可能會生什麼病 比如說它可以預測什麼地方可能會有SARS出現 它可以預測就是說你最喜歡想要吃的東西是什麼 或者你最想看的影片是哪一種影片等等 諸如此類的什麼東西它都可以分析 那它就變成一個非常有用的一個龐大資料庫 而且這個資料庫龐大的一個一個規模 我想這已經不是用數字能形容了 所以現在就是說它不斷的在一個成長 那我說有三塊 一個是做網路的相關設備的硬體 一個是做怎麼分析這個資料的一個軟體的部分 另外一個我剛有提到你要把它儲存起來嘛 那儲存端就是所謂的像直接陣列的這種所謂的 雲端的儲存的一個系統 所以我說橋頂的部分我跟大家強調很多天 那今天是再度拉上漲停板 我說是Big Data的最重要的受惠股 那今天漲停板32.9元是再創波段的新高 那為什麼股價那麼強 那你去看就是說投信的部分在過去大概這兩 在8月底7月底到8月底到9月底到10月初 大概已經大概兩個半月快要三個月的時間 投信連續性的買超已經買超了17000多張 當然短線的一個基本面它當然有加分 包含9月份營收創了歷史新高 那第四季預計會是全年的高峰 也就是說9月創新高10月11月12月 都還有機會再刷新新高的紀錄 那重點就是說雲端儲存的磁鐵陣列的這一塊 目前佔它整體營收大概54個百分點 大概佔一半 那大概公司在前兩天的法說 它大概預估就是說大概三年左右 最晚到五年雲端儲存這一塊的一個 出貨量跟營收的成長的部分 大概會再倍增一倍 也就是說現在佔一半的雲端的部分 在三年之後會再翻一倍 那還有其他的包含一些所謂的多媒體的儲存等等 這一些東西它也會跟著市場做一個成長 所以看起來就是雲端這一塊它的一個動能最強 那為什麼動能那麼強 就是因為Big Data的這一個趨勢已經出現了 那麼全體整個全球的一個資料的一個流通量 越來越大包含物聯網 那可能未來如果說你家是養殖業 你養牛養雞養羊 那你可能在紀錄這一些生畜在成長的過程 你在它身體裡面植物晶片 你會知道就是說在什麼時間點 什麼季節可能它吃的最多 它最有可能生病 或者是什麼時間去擠奶 它的一個這個奶量分泌的是最多 那這些資訊通通都會透過雲端 又儲存在所謂的一個這個雲端的伺服器裡面 那再來做分析 那分析得到結果來幫助業者做最有效率的一個生產 所以這一塊就是說物聯網它會增加資料的一個儲存量 那包含3G的時代 目前要跨入4G的時代 那我們說4G的一個傳輸的速度 比3G是成長超過10倍以上 所以如果說現在中國大陸跟美國 已經成為全球最大數一數二的一個資料量的國家 他們現在都大部分都還是3G 那美國已經有用4G的一個這個電信業者 那中國大陸是第4G要發造4G的部分 明年正式跨入4G的時代 所以這個量的成這個資訊量的一個傳輸的一個速度 跟量的部分又會出現一個非常快速的一個成長 所以儲存端這邊當然它的一個量的需求 自然是水漲船高 所以我說從Big Data它會衍生出所謂的 比如說雲端運算其實也是相關的受惠題材 它衍生出的一個族群真的相當多 比如說市基其實也都跟這些環節裡面是綁在一起的 所以我說它是Big Data的受惠股 因為Big Data的資料必須要儲存在持跌陣列裡面 所以你看到就是說股價非常的一個強勢 那我們從10月4號28.2元做一個佈局以來 那麼到現在32.9元 那麼今天是收漲停板嘛 收在32.9元已經大概獲利了4.7元 報酬率16.6個百分點 但是我還是要強調就是說 我們要賺的不是只有這個十幾%啦 我說真的要把利潤放大到最大 你一定要做波段的操作 唯有看對趨勢做波段的操作 如果你每一個波段都可以截取大概三成的利潤的話 其實三成三成三成下來 其實每個人都有機會可以達成所謂的倍速獲利的目標 所以鄭老師給大家的所謂的超版心法的手折二 我說三次三成的獲利比一次賺一倍要簡單的多 因為就算你找到一個會賺一倍的股票 你要真的爆到它漲一倍你都不會被洗掉 那真的是彈劾困難 但是如果說你選對趨勢選對股票 如果你有跟鄭老師一樣有這個功力 一次要賺個三成其實並不難 因為其實橋頂你看從10月初10月4號到現在為止 已經慢慢慢慢的真的沒有很快 不是用噴的 但是他就慢慢創新高 過去這三天每天一點點創新高 一點點創新高今天才開始加速 那慢慢累積了16.6個百分點 這絕對比你每天衝來衝去的一個獲利數字會好看得多 所以我就說我試算給大家看 就是說如果說今天你的資金剛好差不多100萬 那如果說比如說一檔太極或者一檔橋頂 你經過了一個波段的操作賺了三成就變成130萬 那資金可能轉進去F安瑞 那你再賺三成就可以變169萬 那資金或許是到時候賣出 那到時候昂寶剛要起漲我們又轉進昂寶 可能又再賺三成就變219萬 所以你發現經過三次的操作 你不用一次賺一倍 但是如果說每一次都可以賺大概兩三成 或者再多一點 那慢慢平均下來 你大概就可以三次就可以達成一個倍數獲利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操作的一個績效 所以說操作的方法很重要 不只是你要選對產業 你要有好的操作的一個紀律 要有一個好的操作的策略 那你要把你的目標定得非常的明確 那定出來之後每一次確實去執行 其實每個人基本上都有機會反敗為勝 因為我知道過去這兩年太多人受傷 受傷在哪裡 比如說宏達電 太多人受傷慘重 可能從500塊變100塊 可能從1000塊變100塊的大有人債 每個人都想要反敗為勝 但是你要把你的策略拿出來 所以為了幫助大家在未來的大行情 因為今天8439已經過關了嘛 所以恐怕未來上8500 上8800 上9000點的呼聲會越來越高 你會慢慢慢慢聽到這樣的一個聲音 那我還是建議就是說指數你先放兩旁 那因為很多前瞻產的產業 目前開始正在發酵 就像所謂的Big Data的一部分 所以我說在這邊要為了幫助大家 來早日的把過去虧了錢都賺回來 我在這邊就開始實施一個所謂的33倍利計畫 這個計畫的內涵就是說 我鎖定最前瞻的產業 比如說太陽能 景氣完全復甦 比如說Big Data 衍生出來的海量資料的分析端 海量資料的儲存端 像雲端儲存的這一塊 等等這些所謂的前瞻的產業 那我們規劃一個大波段的操作 如果大波段它可能會漲三成五成 甚至一倍以上 但我們就設定就是說 如果說每次可以賺三成 我們可能就會做一個適當的 比如說二分之一的持股的波段調節 目標就是先賺它三成起來 那只要一檔兩檔三檔 我說一年不要浩高霧遠 只要你可以選到三檔 有賺三成潛力的股票 一年下來其實一百萬就可以變兩百萬嘛 所以說備利的一個目標 備速獲利目標其實就有機會達成 所以這樣的一個33倍利計畫 我相信對所有投資人都會有非常大的一個幫助 所以你不要只是看到就是說 啊老師 敲定說這麼多工 不買還要漲停板 要怎樣 再要膝蓋來說要怎樣 還能不能追 我想就是說 永遠都會有新的標的出現 重點是 當新的標的出現的時候 第一個你看不看得懂 第二個 你有沒有辦法擬定這一檔新的標的 那去執行它的操作的一個計畫 那當然你要看得懂它的產業 看得懂它的基本面 技術面的結構 從外面的結構 你才能設定說 你可能要在這檔股票上面擷取多少利潤 那這個東西就是我們的專業 所以說就算我再給你講很多的好股票 你不見得會操作 所以說歡迎大家就是利用我們 片尾的一個諮詢專線 來這個加入我們的行列 那三三倍一計畫 我相信對你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所以說剛剛提到的是在橋頂的部分 那麼我們說BigData的一個最純的軟體股叫什麼 6214的金城 昨天創60.3元的新高 那今天稍微做整理 那大概紅盤平盤上下做一個整理 那如果說要從10月9號53元做一個介入來做計算的話 到昨天最高點是大概獲利7.3 13.7個百分點 那我還是要強調我們要賺的不是這麼兩根漲停板 而是一個波段 計畫去擷取他至少三成的一個利潤 因為我說他在2018年就代理SPL UNK的這個 這個全球目前市占率最高最高的BigData的資料 如何去分析他 把有用的資訊找出來的分析的軟體 就是目前市占率最高的全球的這個軟體 就是這家公司的軟體 那在金城的部分在2008年他就領先代理 並且把他帶到中國大陸的客戶 所以他是最早領先亞洲所有的同業 最早介入BigData的這一個市場 也代理了最強的軟體 也先進入中國大陸這一塊最大的一個市場 那他也掌握了相關的一個客戶 那另外他自行研發的軟體 叫ETU的部分 這個東西就是這麼龐大的資料量要怎麼收集 那這個軟體就是拿來收集這個龐大的一個資料量 所以他前端的一個收集的軟體跟中端的一個所謂的一個分析軟體 他都有 所以說他也提早進入大陸市場拿到中國移動向旗下的M網 M網是賣什麼 APP的相關的應用程式 那會員人數大概3億人 台灣人口2300萬 人家的會員人數3億人 台灣人口大概15倍 所以每天在上面瀏覽的一個資料量是大的不得了 所以那個叫做海量資料 那怎麼收集 用他的軟體做收集 那怎麼樣儲存 當然用硬體設備做儲存 那可能就是比如說像喬頂的硬體設備 那怎麼樣做分析 就是用他代理的一個軟體做分析 所以他在大陸已經有一個非常好的客戶的基礎 那法人是非常嚴重的用力的在索馬 那麼大概41個交易日以來只有三天在賣 連續買超了38天 總共買了13271張 所以我就說在這邊給大家的概念就是說 市場永遠在追逐最新的題材 我一直給大家這樣的一個概念 最新的產業最新的應用 如果他真的有前瞻性 他往往可以在那個出生段 想做非常高高到很非常驚訝的本益比 比如說上半年的所謂的3D列印的部分 大總的部分從60元漲到193元 他上半年賺幾塊 你以為他賺幾塊 上半年只賺2塊 最高漲到193 因為大家認為那叫第二次的工業革命 市場在炒作嘛 那另外一檔 10威84、160威 75元漲到272元 上半年賺幾塊賺2.75元 本益比其實都高的不像話了 就上半年本益比是大概100倍 那全年本益比大概是50倍 所以說本益比是非常高 因為他們兩腦都是軟體股 所以往往享受非常高的本益比 如果說他逮到對了題材的話 今成上半年賺多少 目前賺1塊4 過去幾年以來 每年大概都平均賺3塊錢 明年有可能是開始往上跳的一年 那目前股價大概60塊錢 所以說如果賺2塊的 漲到193元 賺2.75元的漲到272元 我說B-data跟3D列印其實亦曲同工之妙 而且B-data的人類文明的革命的範圍 恐怕比所謂的工業革命 3D列印的範圍來得更大 所以說同樣是軟體股 那他應該享受多少本益比 我想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想像空間 所以這個是軟體股的部分 跟所謂磁業正義的部分 我想等等我們先進廣告 回來再談F-unrate的部分 F-unrate的部分 今天來說的話 是稍微比較拉回的走勢 接下來該怎麼來操作 怎麼觀察呢 休息一下 稍後再回答股市達人 會做事的人 李應丸 電位賓條聽好玩 為它支持李應丸 直飛航班 帶您玩澳門 觀賞世界艇級礦式巨作 水舞間 暢遊四大賭場 四大城市 享受五大美食 七大精彩秀 前所未有限量搶購 全省三地 台北 台中 高雄 均可出發 還有每位大甲蟹喔 鄉親幾下富豪旅行社 0800-028-900 我們鄭頭以前都喝地下水了 地下水淹出來有心 心比較會向我們的身體 會做事的人 李應丸 電位賓條聽好玩 為它支持李應丸 十塊九里高雄巨蛋 家具名床及建材裝潢大展 挑建材 找設計 選家具滿名床 一次就好 都不用煩惱 時間就像湍流不息的河流 強勁而永恆 創造力也是一樣 不斷泉湧而出的靈感 成就夢想 感動人心 超越時間與空間 創造力永無止境 Premiere SEICO 打造現代技能技嘉 高雄巨蛋家具建材 及室內設計大展 歡迎回答股市達人 下個就讓我們談了一下海量資料 不過現在要來看看了 F安瑞在今天的表現 似乎有一點點疲弱了 瑞森哥有需要擔心嗎 還是說反而是買點浮現的大好機會 好的 那我再強調一次 未來半年海量資料 會越來越受到市場的關注 那它未來的關注的那個熱度 可能會追上今年上半年的三年 所以你要用同樣的思維去看一個 新的應用的誕生 那你才會知道就是說 未來操作的格局 應該怎麼樣來做一個規劃 那剛剛這個 一華也提到就是說 好 那股價拉回怎麼辦 那其實我覺得 拉回就是一個強勢股的買點 比如說 10月16號那麼安瑞拉回兩天 在平凡附近我說 波段強勢股拉回量縮 都是買點這個看法 其實到今天也沒有什麼 做一個修正 那到17號也就是昨天 那麼前天平盤買 昨天漲停板 那一下子就賺了一根漲停板 但是我說我們要賺的 不是這個一根的短線的一個漲停板 那今天早盤又創了波段新高 來到28.1元 那中間賣壓出來 那麼尾盤稍微又做一點點的壓回 但是大漲小回格局不變 因為它還在創新高 所以往上的角度並沒有改變 拉回的過程只要量縮到大量的一半 甚至三分之一其實都是不錯的買進的機會 因為從價來算 不見得是五日線三日線或者是十日線 你一定買得到 但是量非常準 量說到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 其實應該就是安全 因為它是波段的一個強勢股 好那從10月9號23.5元佈局 那麼到10月16號25.15元再做加碼 到今天最高是28.1元 波段的一個獲利大概是4.6元 19.5個百分點 所以你看慢慢慢慢又拉出快要接近兩成的利潤 所以說如果說它慢慢往30元 31 32元慢慢的這個墊上去的話 其實要達成三成的一個獲利 其實就不是太大的問題 9月份的營收月增1.2倍創的歷史次高 那麼客戶都是向中國移動華為 這一種非常大的公司 那年底都會消化資本支出的預算 所以通常第四季才是它的營收出貨的最高峰 所以9月份創營收的歷史次高 看起來第四季應該就短線 這兩三個月的營收的角度來看的話 它營運上都還是好消息 所以股價應該是暫時沒有太大的回檔的利空跟壓力 那第四季是營運的最高峰 所以你要密切注意它的營收的一個走勢圖 那我說它目前的ADC的產品 在中國僅次於美國的F5 是這個全中國的市占率的第二名 全中國市占率的第二名 所以當F5在美國公元2009年那一年 可以從股價從20美元漲到140美元 就是架構在海量資料的趨勢 在2009年2010年在美國成型 相關應用開始百花齊放的 開始這個非常快速的在增長的過程 你看到F5的股價漲了七倍 兩年之內漲了七倍 那同樣的那目前中國大陸市占率第一名是F5 中國大陸市占率第二名的就是這一家公司 叫F安瑞 那是不是有可能當今年中國大陸正式登上 全球資料量第一名的國家之後 海量資料的風潮海量資料的應用在企業端 已經開始成為一個趨勢 甚至成為一個流行 相關的硬體業者 軟體業者 或者是儲存業者 其實未來商機會相當相當可觀 所以這一邊我認為未來中長線 都很有可能跟F5一樣 做一個非常大幅度的一個上漲 我想這個是在F安瑞的一個部分 不過瑞松哥你剛才講了嘛 包括F安瑞 橋頂 金城 雖然說F安瑞今天 就連今天是休息整理的 都已經長過了 我現在很好奇啊 如果我現在真的很想要長那種 沒長過的啦 可是基本面又要看竅的啦 對不對 不可以長太多嘛 未來還要有題材面加持 有沒有這種東西嗎 好的 那大家就是想說 F安瑞沒買到 那金城沒買到 橋頂之前看到溫溫長 好像也沒那麼強 結果今天漲停板又來不及了 那大家又要想說 有沒有沒有長的 或者剛突破的 整理完的 同樣又是同一個族群 同一個題材 營收又創新高的 有沒有 剛好就有那麼一檔 那我們今天已經開始 進場做一個佈局 我把它列為最新的金品股 但是今天 不好意思 我要先 為什麼沒有名字 賣個關子 因為我們今天 剛進場做佈局 你總要讓我們的客戶先 買的差不多 那我們下個禮拜 找適當時機再做一個 這個完整的一個公開 它哪裡厲害 對 那哪裡厲害 我們看就是說 股價從八月中旬 整理到九月中旬 整理到現在是十月中旬的嘛 已經整理了兩個月的時間 所以說它沒有一直在創新高嘛 跟剛剛的橋頂 這個安瑞跟金城不一樣 他們是天天在創新高嘛 他沒有 他整理了兩個月的時間 這個就是符合剛剛一華說的嘛 有沒有那種還沒漲的 整理很久的有沒有 第一個條件 它就符合嘛 好 那剛剛代量做突破 所以今天趕快做一個切入 突破兩個月的整理 那它是什麼題材 它是做現在Big Data的一個傳輸量非常大 所以網路的一個傳輸量非常大 那如何在傳輸量裡面維持它的穩定 跟安全相關的防火牆 相關的網安的網路安全的伺服器 它做的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它又是從Big Data傳輸量越來越大 所以造成相關軟體硬體的商機 不斷蓬勃發展的過程 它也是其中的一環網安的伺服器的部分 所以說跟Big Data也是一樣非常重要的一個 連動的受惠股 那連續5G EPS都超過0.9元 所以說今年大概可以賺4塊錢以上 那9月份營收創下歷史的新高 而且傳統第四季又是它的旺季 所以這就符合了剛剛一華說的 有沒有還沒漲的 有嘛 它漲整理了兩個月嘛 那有沒有同樣是Big Data的一個相關題材 有 它也是Big Data衍生出來的 網安伺服器的一個概念股 有沒有賺錢 有 每個月每一季都賺超過9毛錢 而且9月份剛公布營收 也創了歷史的新高 而且第四季還會再往上 所以符合所有的條件 所以在這邊是Big Data的全新布局 我列為最新的精品股 所以說如果說 你不想跟橋底那些股票一樣 又錯失最好進場機會 跟上我們的腳步 謝謝 好 所以要知道這場精品股是什麼呢 下個禮拜繼續要鎖定我們的股市達人 感謝你的收看 掰掰 下個禮拜